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利用總共有幾個物件 總共有第一個物件剛剛提過 就是XML HTTP 物件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HTML Document 物件 上面這個主要是負責把原始碼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就把原始碼變成 一個就是Document的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才能夠透過它裡面的幾個方法 最常用就是剛剛提到的 GetElement by CasNet 跟 by TecNet OK 這個啦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假設不要用這兩個物件 我想要用IE浏覽器 也就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呼叫那個IE的浏覽器 然後把瀏覽器裡面給它一個網址 那個網址裡面就直接幫我把資料 載到那個瀏覽器裡面 然後並且把瀏覽器裡面的資料再丟回來 然後丟回來之後的話 它裡面一樣有一個Document的一個物件 那我們後面都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它改IE物件抓取的話 那其實蠻簡單的 主要是從哪個地方改呢 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今天希望改成IE物件的話 大概有幾個地方 只要把那幾個地方做修改 其他不用改就可以完成 怎麼改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上面這一段先拿掉